包拯,你可知罪吗? 乘知罪 朕,本应致你欺君知罪 但姑念你,过去为国兴老 功在朝廷,因而免你死罪 各知庭讯 包拯被革职罢官 可把庞太师高兴坏了 包大人忠君为国从无二心 不想去落的这个下场 这一切都要拜老奸巨华的太师所赐 包拯查案受到阻碍 被皇上严令禁止再去骚扰庞太师 否则就以抗旨罪查办 无奈的他只能派展昭出动 结果来到后宫发现 妖狐正在追打范红雪的鬼魂 立马出手相救 而范红雪则趁机附身庞飞找庞太师报仇 千年狐妖法力高强 展昭与其对打有些吃力 就在这时被附身的庞飞 追着庞太师走了过来 展昭刚好趁此机会溜走 然而范红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妖狐以法术封尽枯紧 不一会儿庞太师就带着人马 怒气冲冲闯进开封府 兴师问罪 更何况日前皇上才倾下旨意 不准你再行骚扰老夫 如今言由在你竟然公然违抗圣旨 唆时展昭暗中监视老夫 两人争执不休又闹到圣架面前 庞太师盛气凌人紧咬不放 非要皇上致包整欺君之罪 包整无奈将实情道出 庞飞不慎小铲 太师却觅而不宣 暗中又将孕妇杜玉私藏太师府待产 两者有何关联不言而喻 皇上闻言不敢相信 立宣太一位庞飞枕脉 结果却令包整意想不到 娘娘提脉平和胎息正常 流产之说绝无可能 包整 你可知罪吗 传知罪 包整 朕 一向是你为守正不恶的重臣 谁知道 你会因为一件私人的恩怨 而兴奉作浪 电倒黑白倒调真实 你 你该当何罪 臣无状 臣罪该万 包整有所不知的是 为防世纪败露 狐妖早就在庞飞渡中安了一个假胎 此胎与杜玉梅的胎息相通 跟真胎一样会长大 太一把脉也会出现真胎的脉象 这就是庞吉理直气壮的原因 最后包整被革职停训 虽然是中了庞太师的奸绩 但这样也好 包大人为民深渊日夜操劳 难得有空可以静下心来休息 开丰府小分队 全都跟随包整下乡享受田园生活 唯独斩昭还留在京中 他再次夜叹太师傅询问杜玉梅 正是庞飞的确已经小产 为了帮包大人平反冤屈 斩昭找到八贤王和王丞相相助 让他们在圣驾面前秉明事情 庞飞腹中胎儿乃是狐妖植入的假胎 结果惹皇上大怒 因为他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时间过得飞快 就这样半年过去 眼看杜玉梅的产期将至 展昭追查证据还是一无所获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他正独坐客栈喝闷酒时 竟意外有了重大发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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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